如果我是鄧炳強 我有什麼對策呢 我唯有跟這些已經被人去真的揭露了 他的罪行的一些警察去劃線 劃清界線 但是你說這些是害群之馬 那究竟那個馬群有多少隻馬 害群之馬有多少隻 我真的不知道 你這個是說辭來的 我們都覺得這個是你都預料了 當然是這麼說的 肯大有夫之 逐大有乞兒 是吧 這些都是小數而已 大部分的警察都是盡忠職守的 是吧 勇毅的 是吧 堅強的 是吧 但是我們看到的 就是人家在商場 你無端端就說人家去違反了599G這個限聚令 你反而是挑動那個群眾情緒的 令到商場的店舖沒有生意做的 好像是警察 多過是唱歌的那些年輕人 那這個問題 我真的覺得 鄧炳求沒有理由不明白的 如果不明白呢 就叫他問一下 政法委那些大佬 那些共產黨的大佬 他一定知道的 你現在就是用一個挑動群眾的情緒 人鬥人的方法 來到去管 但是這個後果呢 其實正著於中共在大陸見證幾十年的歷史 你就知道其實是向一個真是萬劫不復的 就是你控制不了群眾情緒的那個方向發展的 然後有時候要加達到那些男人的那個創判 就知道了 然後沒有什麼事 events那些人就知道 你跟著我收拾心 你被各自行的 這案子的在說話